大家好,我是Vaker Esso 今次講一下QRIDE的GP Pouch GP Pouch是雜物袋 前面有三本同尺寸的 還有就是Marian Time 讓大家再講 尺寸方面,這個就是6×6×3吋 這個就是9×7×3吋 這個就是11×6×4吋 價錢方面高網價就是69、78和74 而Marian Time的74是便宜 比普通版的4元 三個普通版,後面就有一個共同的 共同點,就是可以上Modi 裡面就有兩個洞 中間這個洞 大一點的洞就穿進AVX的Harness Harness裡面就有磨面的魔術貼 而這邊這個吉面,套進去之後黏住 Poucher也不動 另外還有一個小一點的洞 就用來用來腰帶 這個兩吋腰帶都放下 這三個就有同一樣東西 後面Modi方面 小的就是3吋3吋 中間這個就是4吋3吋 而最底就是4吋4吋 看看還有Marian Time Marian Time只有Modi 沒有了AVX和Bell的東西 但Marian Time來說可能要最輕 所以剪掉了那幾件布 加入網袋就輕十多克 好像不是太多 但如果按100% 都差不多10% 說回小袋 小袋就會跟著這個SSE的袋 這個19x13吋的袋 我平時在玩遊戲中 就用來裝一些小小的東西 例如手套、面罩等東西 就會套在這裡 這個袋子就用得最多 這個袋子就是 譬如見Fest的旁邊金箱筆 在尾位的位置 通常進去就裝銀包、鎖匙、電話、電池、卡卡 裡面你會看到有魔術貼 魔術貼可以有兩隻不同的印象 就可以負用40mm或者12g 塞進去的蛋 而日常生活 這個袋子包都OK 因為它夠小 都可以裝一些小小的東西 有時都會用這個袋子 外出的 價錢方面 它就68元 如果你減回這個袋子 因為這個袋子官網也24 減完之後 這個袋子40多美金 即等於300多、400元 我覺得比買老闆 如果減完之後 你買成都算等於300多元 這個袋子 而且這個袋子唯一就是 兩個袋子都是用拉鏈封住 拉鏈封住 小的東西就不會掉出來 因為這兩個袋子都不是完全封口的 到中間九成七這個 九成七的旁邊兩邊 這就是彈性符 前後就是普通的尼龍包 拉鏈 在扣扣裡面 一開 你看這裡就不是完全密封的 就算你拉就有兩條拉鏈上來 其實也會有些位置走 這個袋子可以收緊 裡面就是這條繩 這條繩子一拉 就會拉緊整個袋 在這個袋子 人家官網寫裝的東西 可以裝200飛的梳的蛋糕 或者6個蛋夾 還有它可以裝四眼仔NVG的東西 現在想裝四眼仔NVG 另外就有很快的圈子可以加上去 就給它多一點保護 而我來講 這個之前就用過 就放在後 因為我之前有段時間 就用機器放在後面 我用機器和這個東西 就是剛剛大家拍著照 這就是我裝水袋而已 水袋我只有一個3D袋 3D袋是塞不下的 我用3D袋裝一半水左右 接回袋塞進去 因為它就不是完全封口 這裡拉一條喉出來裝水袋 之後我的背部就用回1.0C-Pack 我的對外機就放在comerbine 所以這個就沒有用 而這三個最底就是這個 11x6x4 它總括來說是軟的 這些位置是比較硬的 這個位置純粹有一個Pack口 上面就是一個拉收緊帶的口 也是沒有完全封口 這個就是這條油提蛋公袋 包住整個袋 這個袋 旁邊這兩袋都是彈性寶 它撐帶就撐得很大的 如果它沒有東西撐就變得很瘦小小小的 這個袋之前 在未買1.0之前 我這個就嫌它小一點 就會再轉了這個袋之後 對我來說只要安裝那個水袋 安裝完水袋之後 我再安裝一支噴霧塞 噴霧塞的水袋就不在這裡 這個官網社可以安裝防毒面具 就是M53 防毒面具通常就不會放在後面 它有另外一個配件就配在我的腳上 就幫我的腳從我的腳上拿防毒面具出來 但這個也有一個具 我總共來說它軟一點 應該會放一些軟一點的東西 不會放一些硬的東西 因為它沒有什麼支援 令你容易去找東西 就是跟這個比較 如果你說裝東西來講 分類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容易容易看一點的 跟這個比較 當然這兩個日常生活來說 什麼是腰帶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 傳聞來講 我自己就用了最多的六成木 至於你說在一件Fest 或者在ComoBundle 再多裝一件東西的話 其實我這兩個來說 可能會選這個比較多的 好了 現在試塞封衣 純粹塞這兩個袋 這個應該擺不下 這個應該擺不下 那我試試這個合格好成七 那這兩封衣就 Fresh Beer的Wing Picker 那當然塞到 都塞到準了 那我拉不拉臉 對 就類似這樣 好 現在塞到九成七 那始終有點彈力 塞到最底滿了 頂部都有大概三位一 就算是 剩不下 那我去到這裏 那看回現在塞尿的東西 就是硬塞的東西 這個會粗大一點 這件塊彈性寶也很大塊 這塊彈性寶也很大塊的 彈性寶也差不多是它的一倍 那這個就是三個塊GV Pulse 的分別了 就算了